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融合中国南方柔和的曼妙舞蹈 献上霸王守谷迎宾 每到假日这里总能迎来上万名游客 伴随着一出出精彩表演 引领宾客穿越时空 每个星期天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场大型的西楚盛世的表演 西楚盛世它主要是融合了 融合了楚服秀 楚舞秀的优点 为您展现了整个西楚盛世的一个繁华场景 梦回西楚盛世 展现西楚风貌 是只有假日才会安排演出的桥段 由63人舞团演出 演艺形式分为三个篇章 不仅重现当年西楚士兵练兵的样貌 其中更融合了双人舞蹈 结合古征 重现项羽和鱼姬 千古传唱的爱情故事 另外这一段是在特别节日 才有的祭祀大典 动员五十人阵仗 场面相当浩大 在我们中国 这是明讲我们这是败祖 要追根求勇的 所以每年清明节 我们相师子僧 都要到相王故里 来祭拜我们的祖先 我们老祖项羽 成为是西楚霸王 我们今天用黄色经 用黄布 都是表示 它是九五之增 是黄利 所以我们用的都是黄的 今天我们用的时间 九点零五分 也就意味着 它是九五之增 漫步古城 金灰色的墙砖 古仆而俊勇 昔日的金戈铁马 已然不在 杀戮征战的烽火故事 也成为眼前微妙微笑的雕塑 项羽一身辉煌 战役无数 年仅二十五岁 即以六万人马 攻克了秦国的四十万大军 自封西楚霸王 绝非浪得虚名 根据史料记载 西楚霸王项羽 一直到十六岁之前 都是住在宿迁这个地方 而在家乡 亲手栽种的槐树 历经了两千两百年 至今依然耸立 它的特别之处 是跟宿迁的地势有关 因为宿迁这一带 以前它是属于黄河泛滥区 经常发洪水 明代万历年间的时候 黄河绝口 大量的泥沙就把这棵树的主干 全部埋在了泥沙的下面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只是其枝干的一部分 后来被雷击中之后 就一分为二 其实现在它左手侧 涂流的其实只是树皮的一部分 景区每年都会专门 从北京起来一些植物修复专家 对它进行专门的修复和加固 所以现在每到春夏秋三季 它仍然是枝繁叶茂 同样有着2200年历史的真迹 可不止这一个 在它不远处的马槽 以及千年梧桐 更是大有玄机 向王古里景区有三宝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 向王守之华外 在它的旁边 有一个距今2000多年前的一马槽 出土于1985年 它的特别之处 是用一整块巨石雕刻而成 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的一些拼接 同时在它的旁边 还有一棵距今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 梧桐树 早在秦汉时期 我们这一带是一位广直梧桐 顾名梧桐像 相传 项羽的衣包就埋在于此棵树的下面 生生不息的千年梧桐 历经风霜的项羽手直槐 年代久远的马槽 无不寄托了后人对项羽的 无限敬仰和追忆 而在向王古里 还拥有大规模 楚风汉运的建筑 置身此地 恍若隔世 穿越千秋 与英雄对话 在这里 时间仿佛不再流转 走过向王古里的古街心道 在第二起展区 这里 绵延着我们对英雄情怀的崇尚 在坚守着传统的同时 也随着时代 不断刷新文化的内涵与心意 在西楚大街上 一股熟悉的文化氛围 正在悄然飘散 香味扑鼻 热腾腾的台湾牛肉面 令人食指大动 西楚大街的经典台式美食 不仅台湾人挨不试口 甚至连在地素签人的味蕾 也被征服 成了素签当地最时髦的饮食文化 那这个西楚大街 又是消防故里唯一的一条大街 所以我就想把它打造成台湾的 一个小台湾的感觉 我们希望把台湾好的 这种小吃带进来 让当地的民众可以分享 他不需要到台湾去 在这里就可以吃得到 而另一边的两岸青年创业空间 则打造了圆梦的创业平台 这个针对台湾青年创业的基地 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这上面也给了很优惠的政策 等于台湾的年轻人来到这边创业 我们提供除了政府的一些支持以外 我们比如我自己本身在做酒店 我也提供他免费的时速的 一个月的时速的接待 让他可以熟悉这个城市 切入互联网就等于进入全世界 速迁顺应趋势 将互联网创业 奉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目标 在双创浪潮下 只要台湾青年有金点子 随时都能拎包入住 这也成功连结台湾与速迁 举重若倾的关系 速迁饲养的天后宫 信徒虔诚的碾香朝拜 拜的正是台湾人最熟悉的 妈祖娘娘 不靠海的宿迁 何以有着相同的信仰 这一切都得从三百多年前的 金航大运河说起 它这个岛是三面环水的 加上这个北面城区 它这个图形又是一个 静元宝的形状 所以说在这里去选择 新建一个妈祖 我花园也是非常符合 这个妈祖被称之为 这个海上和平女神之一 它这个月为来也是说 说得再通常一点 就是说三百多年前 有一个闽伤 到我们这边崇伤 然后把它是一边崇伤 一边拜妈祖 然后久而久之这种文化 就流传到当地了 妈祖文化在宿迁落地生耕 抚慰了许多商户游子的心灵 千年流转后 香火逐年兴旺 也带动了两岸妈祖文化的交流 在圣母殿内 共有七尊庄严的妈祖神像 特别的是 其中有四尊黑脸妈祖 来自台湾 为了弘扬妈祖文化 2014年四阳县政府 在三面环水 金航大运河上 建起了首座妈祖文化园 还打造了世界上 唯一一尊高达32.3公尺 基座七层的正圆之宝 三面妈祖像 它是正面拿着一个玉如意的形状 玉如意就是说 要保佑当地的老百姓 还有妈祖在海上救援的时候 保一个逢凶化吉之意 在宿迁 这个充满历史原文的城市 除了霸姓刚强的项羽文化 也有母姓温婉的妈祖信仰 两相辉映下 映照出不一样的城市颜容 您可以在这里探寻英雄传说 也可以在此 骑进心灵归宿 旅游宿迁将是一场丰沛 而又多层次的聚性体验 春天里百花盛开 从空中俯瞰 花海美景一览无遗 宿迁的美 除了英雄故里的霸气之美 更有着自然生态的原始之美 尤其最具代表的 就是这片一望无际的花海纳田 是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 特色之最 这里从五月份开始到十一月份 七十种多种花卉在这里接力 由南向北是从黄色到红色到紫色 慢慢的渐变而成 当花全部盛开的时候 我们从上面俯瞰 就宛若被铺展开的百纳衣 非常的美丽壮观 将那田比喻为增人的百纳衣 无植却依依身辉 呈现的是一年四季皆有井 季季换井四画布的意涵 那田的那是增人自称为老那的那 有逢补补赘之意 也因为这种田像和增人所穿的百纳衣 有一区同工之处 那田在佛教里也被称为是福田 福田是福报的意思 这也是对游客最美好的祝愿 还有一个我们四天当地 也有孩子吃千家饭 穿百纳衣 找骨头鞋的习惯 所以故名为那田 在这两千多亩的景区里 便值了七十多种花卉 这趟心灵休憩之旅 绝对是你忘不了的梦中原香 而在繁华四景的花海中 就属二月兰最受瞩目 二月兰的面积是占第二了 它是一千五百云亩 因为它是正月二月开花 所以叫做二月兰 它其实也是一种稀缺的野菜 还有人体必须的一些微原料 安金三 基钙铁等等 而且还可以降三高 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诸葛菜 因为诸葛亮带兵打仗的时候 用它充当军粮 所以后人把它称为诸葛菜 事实上 在这座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里 除了有足以最导天下游客的美丽花海外 另一项引以为傲的 便是它的森林覆盖率 苏健的生态特别的好 特别是三台山森林公园 因为这里的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国有林场 当时是大力治理植树造林 森林覆盖率是高达98% 松林立花里高达88% 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天然氧疤 这里的费氧离子含量 可以达到每立方厘米是5000 它是公园的两倍 城区的三倍以上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这里的平均气温要比城区低2到3度 是大家避暑的好去处 整个宿泉市有着超过36%的林木覆盖率 这在大陆城市规划中相当手健 而更难得的是 总面积8500多平方公里的宿泉 因为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绿化项目 让城市可以大口地深呼吸 距离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 只有4公里的洛马湖和洪泽市地公园 景区无光优美 水岸环浅 拥有优良的生态条件 洛马湖作为我们江苏省的四大湖泊之一 400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水域 水体的水质很好 常年的国家二级泥用水 像我们城市目前的居民用水 就是来源于洛马湖 由此可见它的这个水质是非常的好的 另外呢 这个因为这样优良的水质 也使得洛马湖当中的湖仙也比较有特色 像鱼鱼青虾和螃蟹 都是非常有名的湖仙 特别是淫于可以说是远潇海内外的 洛马湖的生态优美 当地政府更结合绿化项目 在洛马湖周边达到了清水性的亲子公园 整个城市的定位就是以生态移居为主 加上洛马湖这边有的这个洛马湖本身的这个湖泊的资源 所以呢在这个生态移居发展的基础之上呢 然后相应的政府也设立了更多的适合旅游观光的一些设施啊 包括一些公园等等 像这个洛马湖边比较有名气的 像这个罗曼园啊 湖滨公园啊 包括湖滨浴场啊 都是平常百姓包括游客 非常这个喜欢去的这样一个地方 沿河两岸清水的空间让人自在悠游 而在洛马湖西岸的造河镇 这里有个安兰龙王庙 是中国大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乾隆行宫 当你游览此地时 甚至可以感受到北京故宫的缩影 我们苏牵的话生态环境特别好 然后的话呢是康熙皇帝啊 1684呢南巡到造河当地所建的一组水神庙 所以呢乾隆皇帝当年南巡到此的时候呢 就在此所居住下来了 在我们行宫当地的话呢 是六下江南代造河当地居住了五次了 走进乾隆行宫内 立刻感受到的是浓厚的历史氛围 而在这一座皇帝玉帽的建筑物 就是镇宫之宝 整个碑亭的话呢 它是从上往下看的话呢 是像清代皇帝头上的一个帽子 上色的话是六个角 下色呢则是由十二根珠红抱柱组成了 六个角的话呢 分别是象征着一把被撑开的伞 十二根珠红抱柱呢 则代表着十二个月了 所以的话当地老百姓呢 又称之它所谓黄展亭 相传乾隆皇帝为了防止水患 而建立这一座龙王庙 特请四海龙王安置在行宫内 正置水患 在龙王殿内 两侧还有八大侍卫护法 像我们山门里侧的话呢 所供奉的是为 平风和静浪两尊水深 是象征着风平浪静 而在前侧一遍的话 我们也没有看到 里侧呢所供奉是为四大水深 是代表着风平 风调雨渗了 这个皇室级的护花园 有鹿马湖的清水生态 也有江苏的西双版纳 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 而这些绝美景致 都将成为 拉动数千旅游发展的引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为过 宿千市的杨河镇 早在汉朝时 就已是个酿酒胜地 清朝的时候 乾隆皇帝曾陆下江南 有五次就驻毙在 我们宿千的造河行宫 所以他路过的时候呢 是品尝了杨河美酒 那相传呢 也是对我们这个杨河酒盛赞 叫这个酒味香醇 真佳酒也 所以说呢 那个时候啊 杨河大区 我们杨河酒呢 就名副其实地 可以成为国酒了 水质 土壤和气候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让酒质绵柔爽口 造就了宿千 成为白酒之都 具有甜 绵 软 茎 香等风味口感 沿用的是 老五增序扎法等传统工艺 从原粮发酵成酒胚 就得耗上整整80多天 清澈剔透的原浆溢出炉后 还得接受接酒员的考验 仔细区分酒的等级 我们采用的是 断花摘酒的一个工艺 比如说我们酿酒是呢 主要靠眼睛来关这个酒花的大小 然后呢摘取不同的酒的等级 比如说这个酒花啊 如果是大如黄豆 消失比较快 那酒的度数呢 可能在70度上下 如果说这个酒的酒花 它比较小 小如绿豆 而且消失很慢 就说明呢 可能在60度上下左右 所以说的话呢 它主要靠我们酿酒师的一个经验 来分段接酒 同时呢 要分类储存 而这些明柔相纯的洋和白酒 都一旺一旺地 保存在储酒库中的淘坛内 皇家的精选认证 成就了品牌地位 让洋和白酒 至今依然是业界的领头羊 年产能将近20万吨 延续了古人的智慧 他们也慎用了现代科学技术 让酿酒品质更加精进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以及悠悠千古的文化底蕴 是肃谦人 最引以为傲的从事资产 漫游巷王顾礼 品尝羊和双沟 不容错过的 还有肃谦著名美食 相府家宴 相府家宴 源于西楚 流传千年 是项羽 新兵决胜 雅惠诸侯的大宴 21世纪相府家宴 不仅遵循西楚礼仪 也增添创意 养生和雅趣 相府家宴有十爱道热菜 它的做法都是古典做法 一般都是汗蒸 或者清炖为主 它都是养生的食材 本地的当地的好的食材 将甲鱼 牛鞭 鸡腰 鸽蛋 枸脊 放入顶中 加入葱和姜等佐料 最后倒入熬煮两小时的鸡汤 熊霸天下的家宴名菜 就可以上菜 这道菜的来意 就是说当时项羽 南征北战 他荣马医生 家乡人为了纪念他 他做这道菜 就是怕他身体劳顿 身体累垮 所以这道菜 非常是补的 所以说把这道菜 做给项羽 项羽吃了非常高兴 后来项羽 宴请别人的时候 他就是上这道菜 以这道菜为主打 长鱼和鸽子 加入葱和姜 放入盐和味精腌制 上头再撒上生姜丝 汗蒸两小时 美味健康的佳肴 准备诱惑你的 舍尖味蕾 这道菜也是形容 当时我们家乡人 我们在纪念项羽 他老婆鱼姬 然后就是一个龙 一个凤搭配 他们两个人 当时相遇的时候 非常完美的 一道一个婚姻组合 所以说我们当时 为了做到的菜 也是纪念项羽和鱼姬 项府家宴融合了历史 人文 美食和养生为一体的 雅聚盛宴 是英雄故里 最能够贴近一代霸王的方式之一 在品尝佳肴之余 也不妨品味一下 项羽的英雄人生吧 人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人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品川匠 人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岳茜茜 颜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